有调查发现 近百成受访者认为 港区国安法落实成功令香港止暴制乱 也支持全国人大进一步完善本港选举制度 有立法会议员期望 政府尽快向立法会提交 修改本地法例的草案 全国人大两年内先后通过落实港区国安法 和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团体民众联席和爱国互港101 是刚过去的星期二至星期六 就这套人大组合权 访问了近1100名市民的意见 有近八成人认为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成功止暴制乱 相关法制更加完善 但同时有过半数人认为 本港仍然存在国安漏洞 调查又指近八成人认为近年有反中乱港分子 滲透政治体制 约四成人认为区议会情况最严重 其次是行政机关 有近八成受访者认为 人大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容海因指当中涉及20多条相关本地法例要修改 希望政府尽快提交条例草案 期望7月立法会休会前完成审议工作 但强调今次修例牵涉的层面广泛 立法会不会闯绝通过 无线电视记者张永恩报道